土团党明确表态不角逐本届沙拉越的选举全力来助攻沙盟竞选 但是党内却有人以独立人士身份的坚持参选 沙州土团党主席扎吉里就证实 违背党章的三人已经自动丧失党员资格 这三个人分别是攻打布拉甲的西齐巴拉利 巴旺阿山候选人瑞奇恩特利 以及摩拉端候选人伊斯马威 扎吉里表明已经给足了时间和机会 让这三个人回心转意 但是他们无动于衷 只好把他们逐出土团 党主席慕尤丁之前已经放话 会对没有经过党允许而参选的党员 采取严厉的纪律对付 而稍早前同样擅自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的 可怜候选人阿里比珠已经宣布退选 也是沙拉越土团副主席的他声称 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影响土团和沙蒙的关系 然后再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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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